另外节日的焦点话题我们要带你来看来说 红夏董事长郭台铭最近他又有新动作了 因为日本媒体最新的报道 说郭董最近跟日本夏普社长高桥新三 面对面谈了一个小时左右 双方现在似乎有意在中小尺寸的面板上再次合作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合作成功的话 那么就是红夏练季去年5月双方终止合作之后 现在要再次的共谱练去 你们在这里看 因为他的画面清晰 他就不需要很远的距离 用夏普时代线面板厂打造的4K大电视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之前强力推荐 现在看来就是替合作做准备 日经新闻报道郭台铭透露 有意和夏普在中小型面板进一步合作 也已经和夏普社长高桥新三面谈了一小时 双方有机会在普练去 之前是因为夏普被银行团逼疯了 那没钱然后就找郭台铭董事长 那郭台铭董事长也慷慨解囊了 想不到后面双方的恋情就急转直下 掉到冷冻库去了 那因为后来面板的景气 各位都知道慢慢的变好了嘛 所以夏普感觉有点推出了 加护病房的感觉 红海前年三月就以资金援助夏普 不只取得9.9%股权 郭董还以个人名义入股时代面板厂 但同年八月夏普股价暴跌 双方合作关系传出声变 隔年五月夏普社长正式宣布 两边资金合作终止 直到今年六月双方看来渴望破冰 苹果这一波他们大幅的一个采购 目前只有三家采购商 然后采购完了剩的 能不能够给苹果 能不能够给鸿海再来使用 这个合作对鸿海的一个股价的话 我认为影响到不大 13号鸿海小跌0.20元 收在93.2块 红夏列能谱出什么样练取 大家都期待25号鸿海股东会 郭董会烧来好消息 三列星无垢炎丁心仰调不到